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后所有车都非常慢了在这后面等着 没有人就是说 你是想说没有人拉喇叭吧 而且你看前面那几辆车的车距等宽 我去 是啊 发现吗 是啊 哎呀 破坏它 资本主义国家这么容易啊 这怎么等着 可能要开很久 因为这没有地方可以换换道 不能超车的吗 肯定了 这是山路弯道 而且这双石线 双石线不能过的 所以所有人在等着 要是在国内人就早就 丢过去了 是的 对对对对 不把你试着刷 他们只要看有没有摄像围下 要死到这里就嗨了 挖结姬 哎呀 就是他就会说 生战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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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这爹爹不休了 哈哈哈哈 我也是 我一旦学小朋友说话就已经 就变成外星人的样子了 这车也好这个车估计是这个道他不敢开快了一样嗯他应该也跟本身重量和上坡有关系嗯那一块就好了嗯现在稍微快一点你看他们的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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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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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胖子的胖多了 级别要高了 他们吃的那个热量太高了 主要是你看看他刚才那个汉堡里面 两片只是黄油片 你看到没 我们喜欢吃黄油 我觉得半片都够了 他们那个太不会 那不讲你 而且 你为什么要引申到其他的家务活 我们只说收行李这件事 在行李上 你为什么什么都要我找 在家里没有行李箱的时候 你也是要我找 经理 我在那间厂线在打你 经理 我的袜子不见了 经理 我没有短裤了 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 然后 你两个人在家里不就互动吗 互动什么 我就是为你 我也不是说车里你帮我短裤拿回来 这个心里你不理我 你这句话还真说对了 洗澡的事 小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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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裤没了 小尼 毛巾呢 哈哈 然后在拉屎的时候 小尼 小尼 纸没了 没有 你这好香啊 有一天至少要被喊 换十次 这好香还是 你拿短裤是经常好不好 家常便饭 家里我为什么拿 拿短裤是家常便饭 你带皮吃啊 哎呦我也被被拍下的 这个肠带皮不吃啊 不是不是有皮的有皮的 我吓了我一天啊 不然你把这个塑料吃下去到时候 都消化的 我又不想吃了 我又不想吃了 那你给胖子吃 胖子给你吃更长吧 不吃 啊 不吃啊 还可以 跟我们的女 哎呦 哎呦我感觉你只能吃好多呗 我没有吃好多 我就吃了几位饼干 我什么都没吃 你看 你不是吃了一个牛角包吗 没吃 我不会吃 就吃了一二三四五五块饼干 但是我不想吃这个 我要把它塞回去 晚上上 老司机带带我是谁 哪里吃的 云南的哥 云南的 老司机带带我 我要上昆明了 老司机带带我 我要走你车了 阿里里阿里里 这个梗是从这里来的吗 是啊 其实就是两个妹子在路上 然后又来一个车 要去昆明 就说她带她一车 老司机开始不肯带了 然后她就各种暗示 就我又可以坐大腿啊 又可以给你摸啊 又可以被你上歌 只要你带我 搞什么都可以啊 真的 对啊 所以大家就红了嘛 老司机这个梗 这歌是谁唱的 是真有热 是真有热 没有就是那种 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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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还拍了一个 好尴尬的那个FV 云南这个样啊 他们后来就说云南很多山歌 都是这样子的 还有一些山歌 做得更加的笨 我喜欢 直接是阿哥阿郎看上眼 然后两个人就去混 老司机带带我 我要尝尝啊 老司机带带我 老司机带带我 我要尝尝尝 要上回名车子座 白龙老我为什么 阿里里阿里里阿里阿里里 厕所都是干净的真的 因为我第一次去日本我就很惊讶 为什么厕所这么干净 后来我去了解了一下 他们就是有厕所文化 他们觉得厕所里面 他们有几个省 有主管省 寓的省 还有管那些省 所以就是你一定要把厕所搞干净 我觉得请个日本省 我觉得这点有点不能理解 这么爱干净 为什么还愿意去光着屁股 坐别人都坐过的凳子 那我最后也没 我也不想坐 那这个凳子是男女会不会坐 那不是 那不是女的是女的 男的是男的 但是他们是习惯 他们说你水的颜色 都还是比较绿的 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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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叫河 这是淡水河 淡水河吗 对 你看这一户人家 直接就对这个河 他们这里丢了好多 那个拖挂房车 住就住在国家国家里 对啊 这也是湖啊 这也是湖啊 是河吗 是河吗 我开箱 我在开箱 是海了 是海 是海吧 哦 刚才那个是河出来了 这边是河 这边是海 对 这个 这就是一个 我们就不要在这里浪费时间了 我们就能去酒杯玩 好 反正到处都是水啊 到处都是美 人骚怎么着 人善 不是人骚 他就想人骚 不是我听着他说人骚 你看那些都是 哇这黑羊羊都是什么 好像石头啊 羊啊 他不动啊为什么 是啊 完全不动 偶尔动一下 有人在吃草 扭来扭去干嘛 不是他们 你吃饭的时候会边跳舞啊 好安逸 我们家那个吃饭的时候从来没有停歇过 一直到里动 对 左边是悬崖 右边是大海 右边是女司机啊 左边是悬崖 右边是女司机啊 右边是女司机啊 我是女司机界的傲娇好吗 我开的这么好 不要再嘲笑我们女司机 女司机其实还是很靠谱的 这个海湾不是九妹湾啊 是不是啊 这两个名字都没有 名字都没有的海滩都这么美 那九妹湾是有多美 那九妹一样没有的 不是 它是因为它是形状像一个酒杯而得名 可以的 我可能以为它是少一个酒杯一样 或者说 那让你感觉醉了 这是什么 这是乡村的醉意 这个树啊 我觉得很有意思 今天早上我们再起来了以后 在那个 住的那个房子的对面 也看到了一棵小的 没想到有这么大的 哎呀 就是它的树叶和叶子整个一层一层一层 那样上去像 像一种岩石 叶叶 其实今天有一点 可能是因为是早上 那个天空中有雾气和云 所以看上去不是那么清澈和明朗的 那个天色蓝色和海那么映着 嗯 对吧蓝的 嗯 如果天气能够再晴朗一点 那应该会更漂亮 嗯 你们又只有一半油了 应该没事吧 没事 嗯 这个叫Spikey Beach 嗯 嗯 刚刚开了一个路牌 下面有过来玩的人 这个自驾的车 我觉得像他们这里的人 应该可能不会去我们 就是第一次来澳大利亚的游客 想要去的那些比较有名的地方 他们应该就是会自己 骑行啊 或者是自驾呀 去寻找一些野的海滩 对吧 对吧 因为他们之间都去过路 我觉得他们去找那些野的海滩 可能也并不定说是有多漂亮 或者是怎么样 应该注重的可能是说 这个海滩的私密啊 没有人知道啊 未经探索啊 没有被发现啊 的那一份神秘和独特的快感 就像我们后面要穿越这个内路部分的计划是一样的 其实接下来的那两天会全天都在路上 但是我会觉得 这样一片就很刺激就很神秘嘛 然后你会觉得在这样一片南半球的大路上 我就想真真实实的在这个大路上穿越一次 因为这片陆地对我来讲还是挺有神秘感的 尤其是海边的部分 发达城市和旅游区已经被大多数的人都熟悉和知道 我们也玩过了 我想玩一些可能很少人去到过的地方 甚至很少人知道的地方 甚至可能是手机没信号的地方 可能越没信号我会越兴奋吧 越没信号越兴奋 是啊 其他的东西也很兴奋 现在就是在网上最好是查不到攻略 查不到有人去的地方 这样就完全是新的东西 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觉得有点危险 发达国家也没什么危险 我们在大洋路的尽头 就要遮盖内路 那都不过去了 不过去了 现在我们真的就是在尼云大街最近的一个大的路点 对呀 我们现在就是穿行在世界的尽头啊 然后跟女司机们传授一下自驾的小贴室 开车的小贴室吧 就是比如说你看一下路边有一些小勾勾 或者这个地面屏 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开车的时候 第一你当然尽量可能的去避免你的一边车轮子 要去陷入这个沟 或者是说走到不一样水平面的地方 但是如果实在是避免不了 你就只有两点是一定要记住的 就是踩刹车和把方向盘握紧 并且保持方向盘尽可能的朝着路的那个方向不动 不是说你已经陷进去了 已经知道自己车头歪了 你还要把住方向盘一动不动 因为这样子的话呢 你就能保证你自己的车辆 不会打滑 不会侧翻 不会出现更加危险的情况 还是一直走啊